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鸡蛋淋入香菇里面 用筷子给它搅一搅 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 又香又下饭 真的太解馋了 下面一起跟着我的视频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做这个午餐肉 首选梅花肉或者是五花肉 它有肥有瘦 吃起来口感要好 平时的话 五花肉或者是瘦肉 卖20元一斤 今天花了 50元买了三斤肉 我们先用温水 给它清洗干净 首先我们将肉来给它整理一下 先给它切成长条 然后把肉皮一定要给它切下来 因为肉皮的话口感不好 肉皮的话可以留着来做皮冻 或者是做平肚都可以 然后再将肉给它改刀 切成小块 像这么几斤肉的话 用刀剁的话比较费力 如果家里有绞肉机的话 可以用绞肉机来绞 这样更加的快捷方便 也不需要搅得太碎 搅成像这样 稍微有点颗粒感 这样吃起来口感才会更好 搅好之后 给它装入大一点的盆中 接下来我们将肉腌制一下 下入盐漆斤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料酒 少许的蚝油提鲜 再加入一克的五香粉 增加口感 加点葱姜水 给它去意增香 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 给它抓拌均匀 让肉馅都吸收调料的味道 肉馅嚼好以后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点红麴米粉 它是天然色素 加上一点颜色会更加的红亮 然后继续给它抓拌均匀 抓至上色 让红麴米粉充分的融合到肉馅里面 也可以像我这样 用筷子多给它搅拌一会儿 给它搅至上劲 这样吃起来口感要更好 搅成像这样 用筷子提起来 不会掉落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面糊 往里面加入200克定粉 玉米定粉 土豆定粉都可以 加入160克的纯净水 再往里面打入三枚土鸡蛋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至定粉和水鸡蛋融合在一起 搅成像这种稍微稀稠的面糊就可以 搅好的面糊 直接给它倒入肉馅里面 然后再用筷子朝一个方向 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至肉馅和定粉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给阿剑点个赞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您的每一次评论和转发都是对阿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搅成像这种就可以了 这是买零食送了一个玻璃容器 用刷子给它刷上一层薄油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 侧壁的话我们也要给它刷一下 再把搅置好上劲的肉馅给它倒入容器中 再用铲子将肉馅给它搬了平整 然后找一张锡子或者是赖高温的保鲜膜 给它封存起来 这样可以防止水蒸气滴落 一定要给它冷水上锅 水开上汽后大火蒸40分钟 再焖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再看一下 哇 已经蒸熟透了 非常的香 而且QQ弹弹的 非常的劲道 像这样彻底放凉之后 我们给它放至菜板上 再将午餐肉给它改刀切成厚一点的片 也可以用午餐肉做三明治 做汉堡 做配菜都非常的不错 像这样吃原汁原味味道非常的不错 如果喜欢吃香一点的话 咱们可以放在锅里面煎一煎 外焦理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再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好